面對每週高強度的比賽 球員們都會尋找適合自己的方式 緩解比賽壓力 台南台綱烈營的總教練劉某竹 趁著比賽間的空檔時間 帶著新任隊長吳戴豪 胡凱翔以及李漢生 前來搭遊艇放鬆心情 不過這艘遊艇對身高203公分的豪哥來說 似乎不太友善 身為重新魔人的豪哥 除了常常在社群分享與妻子的日常之外 遇到不錯的旅遊行程 也想帶著他一起體驗 自己身高本來就比較高 不是屬於一般大眾的身材 但是對我來說 我一走進去客廳的部分 就會比較 對我比較有壓迫感 那其他房間我倒覺得還OK 我覺得這個體驗真的 對我來說還蠻 這算是第一次也蠻棒的 然後也希望說未來 可能就是帶自己的老婆 然後一起也是可以這樣 來遊艇上享受這樣子 應該是心靈上的放鬆 可能有時候比賽壓力稍微大一點點 對所以偶爾像這種活動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而各位球迷朋友如果也想體驗 不妨跟豪哥一樣 帶著家人與朋友一起來台南 現在台岡球團與旅行業者有合作 推出專屬套票 我們跟台岡獵鷹我們有安排給球迷 就是除了球票以外 我們有安排高鐵票 也就是所謂的票加票 那另外的話在整個安平港 我們有安排了返船的一個體驗 換言之你經常為台岡獵鷹加油 我們還可以體驗返船的時間 那甚至還有安排住宿 所以我們有安排高鐵票加球票 我們有返船票再加球票 另外如果有兩天一夜的住宿 再加上球票 我們有提供三種選擇的部分 給所有的球迷 經常為我們台岡獵鷹加油 從出行到住宿全部安排好 讓球迷朋友不僅能來看球 還有旅遊行程 統統準備好 期待台灣各地的球迷朋友 都能來台南為台岡電影加油